主料,面粉250克,浮入3块,补料,糖,葱花,油,发酵粉一小勺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将发酵粉加少量温水,再加少许糖中,搅拌均匀倒入面粉中,合成光滑的面团,盖上保鲜膜将面团发酵一个半小时左右,当面团发酵至原来体积两倍大时即可,将3块浮入导成泥转, 切葱花肺肉,将发酵好的面团改成面皮,将腐乳米涂抹在面皮上,再将面皮对折,用擀面杖将对折的面皮再擀开,抹上一层薄油发酵葱末,将面皮从一边开始卷成一个长条,再将长条盘起,再擀开成一张圆饼,再放置个20分钟,让其进行二次发酵,并撑刷油,放入圆饼,小火将其煎黄一面后翻, 最后煎至两面金黄熟透即可,烹饪技巧,这回我用的是发面做的饼,也可以不用发面做,直接用死面做,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